不过耶伦认为就业市场增长放缓 相信只是属暂时性 经济指标显示 美国今季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 他又说英国脱欧公投 可能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联储局会密切关注 他说联储局在决定货币政策时 会考虑到英国脱欧的公投因素 又认为就算英国真的脱欧 都不会令到美国经济出现衰退